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豪 在美國二亥二州克里夫蘭城東 分布著一片舊紅葉區 Kinsbury 在一戰後的美國大小條期間 這邊聚集了許多無家可貴的流浪漢 他們坐在很簡陋的棚屋中 困難的度過每一天 而一條後從中間穿過整個貧民窟 有人將這裡形容成 彷彿上帝之手要撕碎的這裡 但誰都知道上帝從未出手 可是卻在這發生了可怕的謀殺案 河岸屠夫謀殺案 1935年9月23日 那天下午有兩個小男孩要穿越這裡 去到附近名為Jax Hill的地方郊遊 他們忽然注意到旁邊草叢中有奇怪的突擊物 隨即走去查看 但出現在眼前的失誤嚇壞了兩個年紀上小的男孩 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他們看到了一具已經腐爛的無頭男尸 而警方聞訊後到來 發現現場不只一個被害人而是兩個人 並且兩個人都被俐落地斬首了 其中一個受害者被汽油燒成了礁屍 警方隨即搜查附近 看找不找得到他們的手機 果不其然 在數十公尺外的空地上 發現了他們的尺手 在旁邊還有被割下的生殖器官 這個樣子震驚了所有調查的警方 雄手竟然如此的殘忍令人髮指 在調查之後 知道其中一名受害者名為 Edward Adresi曾經在克里夫蘭勢力音樂精神科擔任護理師 但他長期與問題青年待在一起 還因為私藏武器被送到Logat之中 Adresi的母親透露 之前有人在追殺自己的兒子 Adresi逃出去之後 再次出現時 就已經是冰冷的屍體了 但母親並不知道誰在追殺自己的兒子 線索到這就沒了 警方完全沒有任何的頭緒 對於兇手來說更是瘋狂的開始 過後幾年 兇手陸陸續續又殺害了將近10名被害者 可是人們與警方根本拿他沒轍 因為沒有突破性的線索 每個被害者都被兇手變成了肉塊 根本不知道是誰受害 警方甚至將一個被害者的頭部復原 在五大火博覽會上展出 希望有人看到可以提供線索 但直到博覽會結束 700萬人觀看過後 並沒有人說出一個所以來來 慢慢的 兇手感覺已經不是為了殺人而殺人 甚至在一次無頭女事案之中 他竟然直接將其拋棄在當地內置官 NAS辦公室的對面 公然的挑釁 這使得NAS決定親自調查此案 他下令徹底收查貧民窟 並且將每一個流浪漢帶到警察局偵訊 還讓警方躲在貧民窟中調查 在1930年代 警察調查的方式會詢問受害者身邊的熟人 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 但往往這種連續殺人魔都是使用 隨機殺人的無差別殺人方式 所以詢問熟人根本沒有辦法獲得什麼線索 案件又再次停擺了 1938年3月 在距離克里夫蘭幾小時路程的Sandasky 有一隻狗在路邊釣出了一隻被分解的人腿 這起事件引起了David Klaus中尉的注意 Klaus迅速的到達了案發現場 尋找跟克里夫蘭連續殺人案的相關線索 Klaus剛好也是一名法醫 他鄉起一名叫做Francis Sweeney的外科醫師 非常符合瘋狂屠夫的特徵 但因為種種的不在場證明 所以排出了嫌疑 只要發生連續殺人案 Sweeney就會在幾百公里外的Sandasky 退休軍人醫院中 Klaus想說不可能有如此巧合的事件 立馬到了醫院調查 他發現44歲的Sweeney有酗酒的習慣 來到醫院是為了治療 有好幾次的入院紀錄 都跟連續殺人案時間非常的吻合 看起來醫院不只治療酗酒 還為他製造了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醫院不是監獄 病人可以隨時離開醫院 Klaus認為Sweeney很有可能 刺激從Sandasky跑回克里夫蘭 殺人之後 在神不知鬼不知悅地回來 並且一名名為Alice的人 向Klaus投了 Sweeney真的有偷偷地離開醫院 這段時間都跟連續殺人案的時間 不盡相同 更將讓Klaus確信他就是兇手 回到克里夫蘭 Klaus開始調查Sweeney這個人 Sweeney出生於1894年 一個貧困的家庭中 父親早年因傷自殘 九歲那年母親也因為中風過世 所以Sweeney這條時候 就跟兄弟姐妹在貧民窟自身自滅 但靠著自己的努力以及天分 他得到了聖路醫師醫學院的爵位 並成為了一個外科醫師 當因長期壓力想成了酗酒的習慣 變得殘暴易怒 1936年 妻子選擇跟他離婚 帶著孩子離開了家裡 而這些都不足以讓Klaus 把他列為嫌疑犯 最大的原因還是 因為他出生於這個貧民窟之中 在剪垃圾的童年中 他一定都把貧民窟的位置摸清楚了 並且有傳聞 Sweeney是一個雙性戀 這也能夠解釋 為何被害人有男有女 並且都受過虐待 正當Nex要對Sweeney偵訊的時候發現 Sweeney的堂哥竟然是美國國會議員 Martin Sweeney 並且常常公開批評Nex的辦案不周 沒有效率 讓偵訊變得更加的困難 而為了不讓這次事件 被Sweeney堂哥注意到 所以他們把Sweeney抓到克里弗蘭酒店中 做秘密的證訊 除了Nex Klauswan 還有兩名醫生 以及Killer博士 Killer博士 是發明測謊機的專家之一 為此事件 他將所有的配備 從芝加哥帶來 測謊結束後 Killer向Nex說 他就是你要走的人 但Nex無法將這個談吐自然的人 跟殺人魔聯想在一起 所以他決定要跟他單獨徵訊 他們坐在狹小的房間中 原本就高大的Sweeney顯得更加的高大 而這時Sweeney開口了 你這下滿意了嗎? Nex對他說 沒錯 我們認定你就是兇手 這時Sweeney抱走了 他說 你認為? 並將頭扶到Nex前面說 那就證明給我看 Nex這時有些驚慌了 他趕快打開門尋找在房外的同事 但開了眉 發現一個人都不在 他跟連續殺人嫌疑犯被關在人屋中 Sweeney笑笑的說 看來他們都去吃午餐了 不過Sweeney除了嘲笑Nex回來 並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之後又對Sweeney做了許多次的測謊結果 都跟之前一模一樣 但Nex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明 Sweeney就是真正的兇手 他也不敢想像 如果憑自己的認為 就抓住Sweeney 他位高權重的堂哥 不知道會做出怎麼樣的事情 最後Nex並沒有抓住Sweeney 而Sweeney也回去了退休軍人醫院 從那天開始 Sweeney為了治療 在各大醫院輾轉 但因為不是囚犯 所以他能夠自由地出路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Sweeney一段時間就會寄信給Nex 信的那一點又是什麼 沒人會知道 1955年10月 Sweeney住進了戴頓市 退休軍人醫院 度過她的餘生 究竟Sweeney是不是兇手 曾訓那段時間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怕糖哥 有沒有從中插手 這些都不得而知了 最後檢察官並沒有起訴Sweeney 巧的是從曾訓之後 連續殺了魔 就好像蒸發了一樣 沒有再發生任何的事件 但調查其實仍然在繼續 1939年 檢察官抓了一名叫做 多了走的人 被認為跟兩件事件有關 但還沒有開庭時候 他就死在牢裡 這次所有的線索都中斷 被害人總計有12人 到底誰是兇手 或是Sweeney嗎 又或者是後來的多了走 這些應該都只有被害人 才知道了吧